這兩天發酵到就是入場看美詩 不下場就是藍絲 我吵你老母啊 我吵你老母啊 你曾經有這樣的想法 我吵你老母啊 吵你老母 我不是知道 買票呢 首先買票那一刻 是沒有宣誓是黃色還是藍色的 沒有的 吵你什麼有錢就買得到 你按到就買到 我告訴你 你現在正在握機的那一號 是 他兩兄弟 在那裡有什麼曾經搶過票 搶不到的意思 是 吵你老母 他至少證明給我聽 我買票的時候沒有宣誓你是黃色還是藍色 沒有啊 沒有啊 吵你老母 是你們這些混蛋 如果你有這樣的幸災樂 現在就是怎樣 有輛車 有巴士 我上到 你們兩個上不到 跟著一輛巴士撞了山 是 是 你們說 吵你老母 叫你了 逼什麼老母 巴士 有腳你就走 這就是正宗恨災樂禍的心態 喂 不是 有按不搶到飛的那些人 嗯 你有沒有笑過他們 這些沒有 是 我很乱喊災樂禍的 我告訴你 我是 因為 很多人撤救我 以為我會把我伸了一腳 我告訴你 有同理心的 就是等於一架飛機 炒得低了 是 跟著裏面有一個大陸人 是 是 沒有錯的 他們沒有錯的 嗯 就算是 就算是三萬八千人裏面 我當有一萬幾千個大陸人 特地下來 他只要是給足夠錢 是 奉公守法 他是沒有錯的 他是被人騙那個人 炒黃牛也好 是 他是被人騙那個人 你們想真點 喂 很簡單 如果做人有同理心的話 你有切膚之痛的話 你又不願意會出這些說話 喂 有時候你不願意寫自己 死老爸死老母 死兒死女 你才知道 什麼叫切膚之痛同理心 屌你老母 雖然一張波飛很小事 但是 我看了一些人 香港人的質素很肯墮落 尤其是網上遊魂的質素 是極度墮落 因為他在網上遊玩 沒有成本 對 好了 別再多久了 剛剛計算了五分鐘